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一节课咱们介绍了两个 比较有用的模式方法 一个是杠杠盖子 一个是杠杠赛子 对不对 那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杠杠A赛子和杠杠UN赛子 这两个方法 那咱先抛出这两个方法不说 那A字赛子是干嘛用的这个方法 对 是不是判断一个变量是否存在 UN赛子是干嘛用的 UN赛子是删除 对 删除一个变量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 对象里边的成员 比如说这两个 A赛子和UN赛子 可不可以作用于数族成员 可不可以判断数族里边 哪个成员存在 UN赛子不能删除数族成员吗 可以 那对象中的元素 可以说成员对不对 那可不用A赛子的判断 UN赛子的判断呢 你看 如果不是私有的 比如说欧阳 好了 我能不能用这俩判断 我先判断谁啊 比如说判断内部变量存存在 我这话 这上一个角度就 我把这两个 乱方法我也删一下 这个 改是咱们用不到 好吧 让它变短一点 让它结果变轻一点 因为它现在是讲得挺模糊的方法 对不对 好 现在 我可以判断一下这个 如果 A赛子判断谁呢 道乐福 P一里边的 内部存在 然后 我可以说出 这个对象中的 内部 是存在的 什么 属性 是不是 否则 输出 对象 P中 不存在 内部 属性 对吧 现在存不存在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个对象中 内部是存在的 对吧 我还可不用这个呢 你看 UNSIVE 看到了吗 里边 我加上 P一里边的 内部 我可不可以删除 对象里的这个成员呢 可以 是可以的 是不是对象中 不存在内部属性 所以下边的 调用的时候 是不够停止了 删除之后 是不是再电 也再电不了了 对吧 嗯 说你们这俩是可以用的 不光是作用于数据 也可以作用对象 但是咱们再看一下 我先不删 我把这个去掉 现在属性明明是不存在 但是私有的属于他自己的 就不想你知道他在 所以他默认的 你看 在吗 我先用一赛的判断 是不是P不存在 他对象里边 对不对 为什么不存在 因为是私有的 其实是存在的 就像我现在带 没带钱包 你知道吗 对吧 我自己知道 对吧 其实我没带钱包 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那跟这个模作方法 有什么关系呢 既然私有属性 咱们就可以怎么着 想让外边判断 咱们就可以做到外边判断 不想外边判断 就能做到外边 不想判断 这才好 而不能说一棒子拿死 实际上私有属性 判断就判断不了了 全力交给咱们开发者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 对 这个区别吧 这是没有啊 叫做Faction 杠杠A子赛 看到了吗 里边有一个属性名 这里边输出一行九行 啥意思 里边加上 Alovo PLO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外边 对向外边 判断对向属性存不存在的时候 使用A子赛特的时候 使用这个的时候 判断属性的私有成员的时候 就会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没有理解吗 所以我在这里给你记录一下 在使用A子赛特 判断 一个什么 私有属性是否存在时自动调用杠杠A子赛特 这个魔术方法 参数则是应该什么 是不是属性名称了 对 这可以记得了吧 嗯 现在他能自动调用到属性名称 我们看一下这 不要那方法在那方 在这块有标准值的 我把那个给删掉了 这可以吧 嗯 你看 是不是自动调用这几号了 参数是不是内容 对吧 所以呢 我如果允许他判断的话 是不是调用这个 我只要在这块判断 因为这个是不是内部 对向内部的方法 对向内部方法能够绑对向内部成员 嗯 可以 所以这话怎么办 直接返回A子赛特 在对向里边判断 Doller for this 里边的Doller for PRO 内部 如果让判断的话 就这个 对吧 那假如说 我允许他判断内部 我不允许他判断年龄 对吧 那我就判断 如果Doller for PRO 内部等于年龄 对吧 我就直接返回奖 什么意思 告诉你 你不行判断这个存在 对吧 那就是算存在了 是不是他也觉得没有 嗯 现在看一下 我们这块 现在是不是私有成员 我又判断了 你看对向内部是属性 对不对 对 然后 对啊 我如果判断 A值的话 是不是就不存在 嗯 那同样 谁啊 UNSIDE是干嘛的 对 删除对象中的私有成员 嗯 听懂啊 删除对象中私有成员 使用这个的时候 使用这个的时候 才会干嘛呀 自动调用 对吧 使用UNSIDE的时候 才会自动调用 UNSIDE这个方法 里边也是 PRO name 看到了吗 这里边通常我们想的调用这个数点的山主啊 嗯 那如果不需要的山呢也是一样 比如NAME不需要的山 PRO name 就是年龄不需要的山 配置 对不对 嗯 那如果不等于这个的 假设是这部里的山 不等于这个情况下 事不处理啊 直接UNSIDE在这里边山 删除这次里边的 PRO name 不用返回值 知道吧 直接删就行了 好 我们试一下 现在 对象中它是存在的数件 对象中 NAME是存在的数件 我看一下 嗯 嗯 给我删了 我看这里边自动自动调道啊 IQO 你看参号 这里边加上一个PRO name 然后写没错 不等于这不就不等于吗 啊 这块给关号吧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结果啊 掉了 NAME对不对 这块是PRO name 怎么有个PRO name啊 啊 这块我忘加什么了 忘加刀胡了 问题在这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删除那个啊 来我看一下 是不是对象他的属性不存在 对不对 不存在下边再判断是不是就没用了 对不对 是不是私有属性也可以删了 所以 有了这两个模子方法 你就可以做到什么 对私有的属性 人不允许外边判断存不存在 你可以自己决定哪个人许哪个人许 有了杠杆Unsize 你就可以决定哪个让用户删 哪个不要用户删 对吧 其实这两个用处不大 平时用的地方时候很少 但是如果有用的时候想这个 这个不用做重点的掌握 了解一下就行 听到吧 这就是跟咱封装有关的四个模子方法 听到吧 好 我们看一下课件 课件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这是咱们介绍的封装的特点 对不对 来 这块是设置私有属性 大家说过刘烈有对不对 对 然后 这块是给的一个例子 这块这四个方法 看到了吗 只对私有的受保测的声音声教 模子方法前面说出可以是公有的 私有的不一种想要对不对 但是私有的新版本就怎么办 不要用了 包括Unsize的这个对不对 所以在新版本里的尽量全部公有的 听懂吧 这块是这些方法的格式 它有两个参数 它有一个参数对不对 Unsize和Ansize都是一个参数 就是属性名称 你要操作这个属性名称 因为本身这两个参数 是不是就需要一个参数 对吧 会把这属性名称进去 然后这程序有点处理 就可以了 那用途比较多的 杠杠盖的杠杠Size是有很大的几率 用到的时候 但是杠杠Ansize和杠杠Ynsize的 Ynsize的几率就相对于什么少一些 好 到这里边 咱们基本上封桌 咱们就介绍完了 希望大家在以后开发中会利用的利用 当然了 如果大家不太理解没关系 后边我在设计类的时候都会用到很多 封桌大家在进一步的深刻的认识 这个封桌是如何在成代码中实现的 好吧 当然了有关封桌话题不光是后边用 咱们封桌不光是一个私有的还有保护的 那些呢咱们都会在 继承的时候给大家介绍 好吧 那下个课我们就开始介绍什么类的继承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节目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